这盘棋讲解的是七弹黑马杨士哲 他的对手是拼命赛狼于玉华 这盘棋可以说是非常精彩了 开局是七马对劲足 这儿的话红方很快形成了一个屏风马身形 黑方单体马横距 红方想要出局 黑方自然是不肯的 红方就冲兵威胁 黑方先飞向 把对方引过来 这儿是浑然不拒啊 那么你这里拱着马 我就切进去 现在你出局我踩你炮 对方当然打出来 刚开局双方就短兵相接 黑方出局以后 红方出局 黑方居在河口 目的是弃足吃兵抓炮 红方的尖究计 居到河口 你敢冲足我先抓你的马 所以到这里 黑方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上马 那么红方飞向 目的是补视出局要对 这儿的话 黑方先平炮 准备踩向抢先手 如果这个炮过来 担心小足拱居 把居给挡住了 所以红方直接就过来 把居换掉 那这个旗将来找机会 平炮打马 再出局抢先手 那黑方抢先出手了 红方送兵肯定不甘心 退回的话 也是被人家推炮所利用 将来可以打兵 这边还可以踩向 所以呢 他抢先切进来 双方形成了交换 红方先过一兵 那么黑方的话 就不甘心 回马 准备打马踩中兵 红方先出局 将来七路线很厉害 所以黑方抢先踩炮 这儿的话 这个旗往里钻 现在请七族对杀 到这儿以后 红方先避骑凤马 意思是将来冲兵 可以吃双 所以黑方强行打掉 首先把你炮掉过来 不让你下底炮 然后这个旗 出局抓炮 步步抢先 那你还顾不上冲兵 他现在就下底炮 本局限住了 到这儿 你现在冲兵就没用了 因为他将来这个旗 可以上马卧槽 还可以过七族 所以红方当务之急 就是变马腿不让你过 黑方也不着急 先补个式 红方也补个式 黑方过河狙 准备发难 红方的话 炮三平四 这儿 黑方走的一步 足五进一 太凶狠了 这个旗 就是七一个足让你吃 然后马四进六 变得向眼要过足 因为对方这个狙受制 一旦小族杀了九弓 对方就崩盘了 所以红方这个旗 也顾不上踩兵 只好退回 这儿希望你吃掉 担子炮结尾 黑方不吃 红方仍然是担子炮 准备要抓炮 那这里正常退 到这儿的话就跟住 黑方这里呢 走得很凶狠 这边不但踩狙 将来还找机会 有一个打向的手段 关键你狙不能平 一平门工了 所以这个旗要吃向 怎么办呢 红方选择进炮 别是马腿 到这儿的话 黑方一将 骗对方 你落向我吃炮 对方只得退狙 那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吧 黑方呢 他不吃 小卒冲 红方的话 这个旗啊 眼看小卒杀入九宫 赶紧形成担子炮防守 那么这里的话 眼看啊 势力已弱 其实他是为了 平炮捉死炮 那黑方还得退 红方就想去跟住这个炮 那黑方就不肯 晃几下 最终的话 这个旗啊 盯住之后 黑方决定上马 然后呢 把狙牵住 红方把对方挡住 那黑方现在被牵得没起走 所以呢 这个旗退回 他继续拱炮威胁你 红方闪开之后 黑方求变 上马 这什么意思呢 踩着兵 关键是 他这个旗啊 现在形成一个炮没根了 刚才马看着炮 现在你不能长周无根子 所以红方被迫变招 黑方这时候飞向 不让你下底炮 这里的话 长局桌 他的意思是经过一个顿挫 把弹子炮让开 就可以过来挡住炮 下一步要进去抓死炮了 你眼看要抓死炮怎么办呢 黑方回马 踩兵看住 红方正常拱兵的话 担心这个狙往过掉 所以有话 他就直接冲 下一步要抓你的马 你马一走 他吃你炮 所以眼看 马被赶走之后 炮可能要丢啊 怎么办呢 到这以后 黑方下出一招 弃足 太经典了 这招戏瞬间反客为主 那么你本来要抓我炮的 好 我现在给你吃一个 现在平居过来吃你的炮 反而你要丢子了 你吃我的炮还吃不到 所以这个戏太经典了 那这儿红方也就进居 吃马 丝毫不手软 黑方如果上局会挡住居 所以的话 这个戏就退回 吃一个算了 红方退居 仍然是要为炮 那么这个戏 黑方就选择平炮 红方一打 这儿的话 黑方就把相给破了 但是红方这个局 杀过来之后 也可以吃对方的相 很有意思啊 于华选择对杀 那么这个戏 黑方就上 红方当然杀掉了 黑方退居回来 是为了将来 蹭定自己的马上 但是呢 目前来看 他也不敢急于上 否则知事了 所以的话 进居先看住再说 那么这里啊 推炮回去 这儿黑方平足 杀入九宫 居马足非常凶 红方也平炮 准备偷袭底线 这儿的话 直视结尾 红方要飞个相 非常关键 不然这小足一抓相 简单会有偷袭手段 所以呢 先飞起来 那这个马切进去 推炮也就盯住 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选择先补试 红方的话 走的是一个事物金色 把马线支住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他是想 之前要是结尾 黑方呢 就平足往里靠 这儿一补试之后呢 就换一个 现在这个棋的话 应该来说 红方多了打兵 肯定是红方好 黑方这个棋呢 就回马 找机会再战 接下来 红方就平兵 黑方这个平鞠要吃兵 但是呢 他不敢吃 将来吃着马 所以红方要选择一个平炮 等待时机 因为你要走鞠 肯定要走马 你不走马鞠 动鞠要丢子 等你回马的时候 他一甩鞠啊 将来鞠一浆 炮一浆 开始抽姜 这样的话还抽着马 随时马一走 还要下兵 三子归边啊 可能就要赢了 但是呢 临场 于华没看到谁不起 他选择的是下兵 到这儿的话 黑方就回马一灯 刚好利用一下 你一躲之后 抓你的相 那么黑方呀 把这个鞠马两招 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对方啊 你选择去看 这里上马就是一灯 落相的话 一落势 又杀你中势 对方如果退居苦手 他不甘心 所以就飞向暗射一计 你要对居 我这棋也不怕你 将来炮三兵 所以黑方肯定不敢对 强行切进去吧 这儿是 现在闲赏不得不发 现在要打死居 就回来 那这里一划 放中炮 把居定住 那现在这棋黑方平居 就利用对方这个炮在这里 纯亚军杀你 出老将 现在这个马就退 到了关键时候 红方简单走法 就是平兵 把对方居陷住 这个棋呢 红方肯定是先手 但是呢 这个棋啊 优势不是太大 双方都可战 到这以后呢 他选择的是居度平五 这个棋就出问题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招法 就是居度进一 这样比较好 首先看着兵 不让你马进去 然后靠兵围你就可以了 如果你现在要吃我兵 我就平兵 把你马赶回去 这样的话 这个结局啊 肯定是红方有利的 实际的话 没有走到居度进一 而是走居度平五 结果这个棋啊 人家出老将 这样你瞬间没棋了 你吃人家上去了 所以呢 红方为了解除 这样一个马的危险 准备过来 通过弃一个兵 把马抓死 想骗一下黑方 黑方回马 根本就不管你 这样一代的话 他一将啊 你想吃马吃不到 顺势杀回来 有一个迎面杀棋 所以这个居马等招 太犀利 那么上老将啊 给你一将 然后呢 这个棋看住 进去堵住 这儿的话就落室 现在冲 那这就过 关键是红方有一个什么棋呢 就是平局之后 底线叫杀 你进老将的话 容易被他中炮所利用 所以这个棋啊 还是有牵制 黑方的一看 有危险 赶快退回 要换掉对方的兵 最终的话 这个棋啊 通过点将之后 对方准备狙击瓶巴 直接换掉 这儿形成一个狙族对狙炮 双方杀的是非常精彩 红方呢 准备狙炮 威胁黑方 黑方一将 反客为主啊 但是这个小族 毕竟太慢 红方赶快退狙回去 进行一个叫抽 黑方也是 及时的下老将 非常激进 红方下帅 那黑方就平足 挡住狙 红方赶紧想归位 黑方一将 就想让你落势 对方不落 然后呢 知识 这儿的话退回 必要是可以对狙 那么现在这个棋的话 黑方先知识 是避免进老将 对方有一个落势 可能打死狙手段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他就控住你 现在你不能够进老将 否则就吃你的足 这样你就会有输起 所以临场黑方赶快狙 闪开中路 看住迎面 这样的话 红方甩开吃相 肯定吃不到 这里夜里藏花 准备落势 把这个狙拿出来 再杀香 黑方的足 已经差不多 别离城下了 红方赶紧打将 解除危险 不然狙不敢动呀 到这儿赶快跟住黑方 那现在这个棋啊 由于黑方小足越来近了 红方已经意识到危险在临 所以的话 到这里不敢动了 那他啥意思呢 就说你吃个市 我吃个足算了 你要落势的话 打你死狙 所以黑方这个棋 为了迎期就出老将 红方的话 选择的招法是金炮 黑方已经抛出橄榄汁啊 那么这儿 他是跟住足啊 然后给对方吃个市 想求和 但是黑方他不和呀 那么这里啊 你过来跟住他 那正常的话 长根应该来说要和起 不过黑方呢 利用对方时间紧张 走了个心理战术啊 这个片招很精彩 他落了个市啊 啥意思呢 就说你现在正常 要吃我的市的话 你就会有引起的机会 但是你一吃 他这里呢 有一个金老将 你现在还没迎期 人家反而啊 通过叫杀 把你的炮吃掉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个棋啊 将来就会有风险 所以的话 这个啊 可能会凭鞠抓市吧 你不抓市的话 将来这个棋啊 可能就守不住 抓完市的话 想对居也不一定有机会 人家这居足杀你 就是你总是有顾忌 所以就在这个关键之刻啊 他在犹豫啊 他的时间只剩三秒钟了 结果鱼化超市了 杨诗哲啊 可以说三战三胜啊 其他黑马 民不虚传 虽然锦